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无奈只好带着女儿一起去 她们是开着车去医院的 到了半路上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就这么站在路中间 十分的危险 女主停下车下去叫小女孩 可是小女孩怎么叫都不答应 等到女主过去拍了一下小女孩的肩膀 小女孩的头直接转了过来 小女孩的脸上流着血 十分恐怖 女主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才发现什么都没有 然后她们就去了医院 刚准备进医院 女主感觉自己身后跟了一个人 她一回头 原来是小梁追来了 看女主厌烦的样子 就知道这家伙一直纠缠着女主 女主送小天进了医院 就去楼下看资料 在楼下却又再一次看到了小梁 幸亏有一个大爷过来解困 才帮助女主解决了困境 女主给大爷道歉后 赶紧就去找小天 她就去各个病房查看 在一个病房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她吓得赶紧去寻找其他人 先给小天打了个电话 可是没人接 紧接着她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她正要准备出门 忽然一个雪窟楼就直接掉了下来 把女主吓得跑了出去 女主一抬头就看到了一个护士 她赶紧上去询问护士 护士却说骨科早已经就没有人了 女主比较惊奇 她仔细想了想 一抬头就看到三个丧尸 朝她走过来 而现实中只是三个护士 站在她的面前 女主在别的地方找小天的时候 保安出现了 然后带走了女主 带女主去找当初给他们挂号的护士 可是竟然没有找到 就在女主责问护士的时候 却发现护士也不见了 她正要寻找的时候 却发现有两个丧尸走过来 她好好看了看 才发现是保安和护士长 这个时候女主想要看看监控录像 保安在女主的胡闹下就答应了她 可女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出什么结果 保安有点不耐烦了 于是就叫来了院长 院长告诉女主先不要担心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报警 女主就拨打电话报警 可是电话一直站线 此时保安好像有点暴躁 一不小心打翻了女主的包 从女主的包里 调出一瓶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院长经过仔细辨认 发现确实是这个东西 可是女主一点都不承认 保安又叫来了 专门负责精神病治疗的医生 两个人就那么走在走廊上 女主回头一看 看到了一个死尸 而且死尸里爬出很多蟑螂 可是她又看了一眼 才发现是医生 医生问了女主几个问题之后 女主就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去了 女主在医院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有找到 她在窗户上看了一眼 原来小梁已经把自己的女儿抱走了 女主以为这一切都是小梁搞的鬼 就赶紧下去找小梁 她把女儿抱回了医院 打算去找院长 可是医院里的人都走了 无奈之下女主只好自己去找小天 她拉着女儿的手 走在空无一人 而且灯光一闪一闪的走廊 女主继续报警 和手机上一直显示的是战线 偶然的一次机会 女主在窗户上看到了警察 她赶紧把女儿藏好 就去找警察 可是就在下楼的时候 被两个戴着面具的人给挡住了 女主撒腿就跑 跑到了地下室 却被面具人给打伤了 醒来之后 她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原来是老大爷救了她 女主赶紧让老大爷报警 可这个时候电话里 突然传出了小天求救的声音 原来大爷只想要钱 女主拿出防廊喷雾剂 给了大爷一下 赶紧往外面跑 可是到了楼道口 却被面具人给挡住了 女主没有办法慌忙逃窜 又跑到了地下密室 就在外面三个人 束手无策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小天 他们就把小天给抓了出来 对的小天就是一顿暴打 女主不愿意让小天受到伤害 就自觉地走了出来 三个人拿到钱之后就走了 女主扛起小天就跑 当大爷三个人 跑到路口的时候 感觉到不对劲 他们应当杀人灭口 这样子才会稳妥一些 于是又赶回了医院 而女主在扶着小天逃跑的时候 一不小心撞上了护栏 估计这医院也是年老失修 女主直接就被吊在了空中 这个时候小天也才说出了一切 原来小天接近女主 也是为了钱 女主之前看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幻象 而现在她拿到了钱 只有对女主进行灭口 这样子自己才能远走高飞 高枕无忧地挥霍着抢来的钱 谁知女主竟然技高一筹 她早就把账号给冻结了 而且设置了密码 小天没有办法 只好把女主拉了上来 女主刚上来就去找自己的女儿 然后拉着女儿就跑 结果又被那四个人堵在了走廊 小天直接以小轩威胁女主 让女主把密码给说出来 这个时候小梁突然出现了 然后和女主联合在一起 把歹徒给杀了 最后女主和小梁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大家 gaat见 麻烦